这些消息来看到 第七轮疫苗确定打AZ刚好 其实第七轮的时候 也有45万名的长者要满10周 要等待接种第二剂 那么到底第七轮是要开放给长者打第二剂 还是要先开放给还没有打过的疫苗的人 先来打第一剂呢 指挥中心说还在讨论 本周就会来公布这个规划的内容了 另外比起中央下决策慢吞吞 地方真的跑得比中央还要快 金门拍板定案了 要民众领钱了 领多少钱呢 金门县加码纾困 要普发现金 每一个民众是5000块钱 而且直接汇入账号 第一波3.3万人 最快8月以天就可以拿得到钱了 好 刚刚晚间最新消息 刚刚特别探讨到了这个案例 新北市这名39岁男子 他打完高丹疫苗之后 隔天昏迷不至 刚刚晚间新北市的卫生局 晚间证实了 这名男子本身没有任何的慢性疾病 那详细死因卫生局方面说 还要等待检警来相验后厘清 好 今天我们提前公布我们的造具时间 恭喜我们上访的民众们 好 我们今天由于太临时了 所以黄冠在外面 没关系 恭喜你 好 今天还有谁呢 名照 名照说 有了扫把 台湾就能守护家园 浩文 有了扫把 台湾就能对抗中共 觉得他们两个造具很像 好 铺莫丽娜 贝贝鲁多 有了中天新闻 台湾就能有不一样的声音监督的力量 感谢你的造具 还有谁呢 斯文郎 有了817 台湾就能民主独裁 好 我们看看还有谁上榜了 浩思 有了中天 台湾就能比蔡政府更强 还有谁呢 粉圆 有了民进党 台湾就能被国际边缘化 还用了一个怒的表情 好 而Live她说 有了蔡政府 台湾就能让人民吃到萊族 也是个讽刺的造具 好 感谢大家热情造具 谢谢 好 现在必须要更正一个讯息 刚刚我们图片是用高端疫苗 标题写错了 打完AZ 太忙了 很抱歉 其实这名刚刚说错了 是男子是打完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 打完高端疫苗之后 隔天昏迷不至 重要事情要说三次 在此特地来更正一下 那卫生局是说 他们是没有慢性疾病了 以上讯息提供给大家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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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